一南一北两木并列 它们的主人是谁 两木同时下葬 相隔却不到十米 这意味着什么 惊恐发现 一座墓葬骨还完整 另一座墓葬却独独少了头骨 到底发生了什么 墓葬没有被盗 缺失的头骨又将诉说一个 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焕之 2011年4月 安徽省鹿湾市一处建筑工地上 一个重大的意外发现 惊动了当地的考古部门 来看画面 画面上一南一北 并列排放的两座古墓葬 就是当时的重大发现 注意了 在陆安地区发现古墓 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以前在当地啊 就发现过不少战国到两汉时期的墓葬 但是这两座墓葬 分量却跟以往的发现是明显不同 那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首先是这两座墓葬的规格比较高 据测量 北边这座编号为M566的墓葬 长大概7米 宽大概5米 这在古代已经算是大墓了 而南的编号为M585的墓葬呢 长9米宽6米 更大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经过初步的勘测 专家发现这两座古墓啊 虽然至少历经了千年岁月 却保存都很完好 没有被盗过的痕迹 很快 陆安市文物管理局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 迅速赶到现场 对古墓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那么这两座保存完好的古墓 到底是来自哪个年代啊 墓主人又是谁啊 而发掘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发现呢 前期准备咱们就跳过啊 直接跳过 直接开关 看现场 首先发掘的是位于北边的M566号墓葬 清理完周边 衣服长3.2米 宽1.6米 体积庞大的棺果 就呈现在考古人员前了 考虑到现场比较杂乱 为了安全 考古队把棺木先运到了 晚西博物馆 这个拆解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关 总共有三重 我们把内关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发现它密封的比较好 然后呢就用这个木枣 从盖板和侧板之间给它打进去 在打进去的同时呢 就发现里面有很多水流了出来 常看咱们节目的朋友知道 墓葬在地下深埋多年 地下水啊 会通过木头的缝隙渗透到内关里边 这是正常的 那么打开内关 慢慢地把水抽出来 里面有什么呀 当关内水位降到大概 二十厘米左右的时候 一层松红色的泥沙状的东西 露出水面 我们先看到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很大可能就是 牧主身上穿的衣服 还有它身体上和面部上面 覆盖的这种纺织品 因为时间比较长 它腐烂了之后 所留下来的残留物 现在已经腐烂成了泥沙状了 在排光污水清理掉腐烂物之后 考古人员见到的是一副 清晰完整的人体骨骸 这些尸骨呢 它是这个仰面朝上 躺在内关里面的 然后呢 整个的这个头骨啊 四肢啊 还有它的躯干 都保存得非常完整 而且呢 在它的头骨的附近呢 还有一团发肌 这个头发是特别的乌黑发亮 然后发肌缠绕的这个形状 都是清晰可见的 而这个发肌里面还插着 一个骨质的发簪 那么除了牧主人的尸骸 观里还有什么呢 在这具骨骸下面 散落着十多件 形态各异的郁郁气 抹掉淤泥 上面可以看到有精美的花纹 很显然呢 这些东西应该是牧主人 随身的饰品 也是判断牧主人年代的重要依据 具体呢 怎么样 后边再说 这里先得把目光调整一下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位于南部的M585墓葬的发掘 也已经开始了 而当工作人员排掉 M585内关的水之后 您猜怎么着 关内的情况 竟然让考古人员 大吃一惊 M585 我们开晚会发现 这个人生结果比较凝乱 没有发现头颅 奇怪啊 当时的考古人员 把关内仔仔细细查了好几次 确认 关内确实没有头骨 脑袋不见了 哪儿去了 烂了 不太可能啊 您看 这一南一北两座墓葬 相隔距离不超过十米 他们所处的地下环境 基本是一样的呀 而从关果发掘的情况来看 也正是了这一点 所以不应该存在 一具尸骸保存完整 另外一具尸骸 烂掉头骨的情况啊 更何况 人体骨骸当中 头骨的密度是最高 最硬的 也是最不容易腐烂的 M585墓葬里边 其他的骨骸都还在呢 这就证明 牧主人的头骨 肯定不是烂掉的呀 那么 既然牧主人的头骨 不是烂掉的 那脑袋去哪儿了 除了尸骸 在两座墓葬的外藏果当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 大量的陪葬品 有铜器 陶器 漆木器 以及玉器 这些东西 虽然称不上国宝 绝品 但是 有些还是比较精致的 您看这四枚铜镜 瞧他们背面的画纹 纹路清晰 做工精良啊 这里咱们稍微展开一点啊 战国时期 那个时候的铜镜制造啊 水平就已经比较高了 而且用今天话来说呢 那个时候的铜镜 还有了知名品牌呢 最好的铜镜 什么牌子呀 各位 铜镜 到了战国中晚期 铜镜有了变化了 不仅铜镜 有粗短变的瘦削 底纹更加的复杂 而且还出现了 灵纹镜 等等新的纹饰 这件铜镜呢 我们叫它灵纹镜 它的背面呢 是由四组灵形纹组成的 它的地纹呢 是羽状纹 这种铜镜的年代呢 一般是在战国中晚期 说完了铜镜 咱们再来看这个东西 这东西是在 M585号墓葬发现的 您看它 短颈骨腹平底三足 肩部有一对 内穿铜环的半环形耳 顶盖骨起 边缘携收 从顶盖到全身 都布满了纹饰 您看这个 这是专家们 对这件铜镜上的 纹饰做的踏片 有的像鸟 有的像龙 以羽状纹 或者云雷纹 作为衬托 那是相当精美啊 考究无比 那么这一件 是什么东西 又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这件玉缝呢 它是属于灌洗器 在整个这个 春秋晚期 到战国早期 都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这一件呢 我们通过观察 我们还发现 它的腹部 内壁和外壁 都有很多修补的痕迹 还有使用的痕迹 包括一些磨损的地方 我们可以推测了 这件玉缝 是牧主人 生前长期使用过的 也就是说 它的铸造的年代 是早于这个 下葬的时间的 战国时期 列国纷争 牧主人究竟是哪国人 石顶随葬 这完全不符合周理 奇怪的藏品 该如何解释 古还鉴定 两千多年前 他们几乎同时下葬 这其中到底 暗藏着什么秘密 陆湾楚国 双木之谜 经典传奇 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通过陪葬品 专家判断 陆湾发现的 两座古墓 属于战国时期 至于牧主人的身份 专家心中也有了 大致的判断 怎么呢 史料记载 公元前622年 陆湾这块地区 是正式并入了 楚国的半途 到了战国晚期 楚国的都城 迁到了寿春 去陆湾 大概就是100公里 所以从墓葬的时间 来判断 这两座墓葬 应该视为 战国中晚期的楚墓 有些朋友知道 春秋战国时期 顶是区别贵族等级的 非常重要的标志 按照朱礼 不同等级的贵族 在陪葬礼器上 是有着数量上的 严格规定的 朱礼是这样规定的 天子九顶 诸侯七顶 然后大夫五顶 是三顶 可是您知道 当时在这两座墓葬当中 发现了多少这样的陶顶吗 各位 足足十只 看见没有 咱们在这 既然是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 按理来说 都应该按照周礼 放陪葬品 可是您说 这十只陶顶 怎么解释 比天子九顶 还多一个 怎么回事呢 您来看这些 在这两座墓葬当中 陪葬的陶礼器 其实不只是顶 还有成九器 浮成器 换洗器 吹煮器 等等几个类别 专家注意到 他们呢 都是成对出现的 我们发现呢 白鹿洲两座墓葬的 这个防空逃离器 它的主要的这个 器类的数量呢 都是双数 也就是说 它是以成对形式 出现的一种组合 而这种组合形式呢 也正是楚国 有别于中原地区 自己所独有的一套 这个 桑葬礼制度 十除以二等于五 按照周理 陪葬五顶的是 大夫级别 那么 说到这 您要问了 这是两座墓葬啊 到底哪座墓的主人 是那个大夫呢 这是两座墓葬 最早发现的样子 一南一北并列排放 有两个细节 前头没说 就是 这两座墓葬相隔的距离啊 竟然不到十米 现在已经明确 这是两座同时期的墓葬 而且同时期下葬 中间相隔却不到十米 您说 这两位墓主人 很可能是什么关系 相信您已经猜到了 没错 专家怀疑 这是一对夫妻合葬墓 南边大一点的 M585 墓主人应该是丈子 而北边稍微小一点的 M566 这墓主人应该是丈子 墓葬的大小区别呢 也符合古代男尊女卑的 这样的一个习俗和观念 当然 专家的判断对不对 那要看骨骼鉴定了 咱们来看鉴定的情况 M585的墓主人 骨骼除了头骨缺失之外呢 其他部分都基本完整 无论骨盆啊 织骨啊 锁骨啊 都属于粗壮型 符合典型的男性特征 而M566的墓主人呢 这个骨盆的骨面呢 细腻 持骨下角比较大 耳前勾明显 颅骨整体较小 织骨锁骨都比较纤细 属于典型的女性特征 从这两句人骨遗孩的体制特征上判断 M585墓主应该是一位成年男性 他的死亡年龄在35到39岁之间 M566是一位成年女性 死亡年龄在35岁左右 你看这两位墓主人 一男一女 去世的时候 年纪相仿 墓葬的规模相似 形质相近 又隔得那么近 您说他们会是什么关系 当然夫妻关系最为合理啊 对吧 至此 陆安发现的这两座墓葬墓主人身份之谜 算是解开了 这是战国晚期 楚国一位大夫级别 或者说不低于下大夫级的官员 和他的妻子的合葬墓 前头说了 从官果的完整性和现场发掘的痕迹来看 这两座墓葬并没有被盗掘过 M566 妻子的墓葬中骨骸齐整 也证明了这点 可是M585墓中 这位身份高贵的男墓主 却没有投授 这是因为什么 另外 在妻子的内观里边 考古人员发现了玉器等陪葬品 可是男墓主的内观里边 除了身体部位的骨骸之外 随身的陪葬是一无所有 这是为什么 还有两位墓主人死亡的时间 几乎一致 这又是为什么 这是开关之前 考古人员在M585男性墓葬当中 发现的四剑铜鸽 鸽是一种兵器 商周到战国时期都非常的流行 起初专家对这些鸽并没有太在意 因为在湖北河南一带 一些战国早中期的楚墓 出土过不少这种鸽 当时贵族流行有这种东西陪葬 但是您再看这个 这也是男性墓葬的外藏国里边找到的 这些是什么呢 经过整理 专家发现 这竟然是一套表面修漆的披甲 看见没有 这些小甲片虽然散乱了 但是层状结构很明显 而且甲片上都有穿空 经过我们仔细的观察与分析 就这套甲衣呢 它的甲片表面是修漆的 然后它的内心其实是皮质的 所以呢 它应当是当时的武将所穿的 不仅有甲 还有一样东西 发觉是还一度让所有人为之沸腾啊 什么呀 那就是这个长条状七木盒里藏的东西 一把有着完整剑鞘的青铜宝剑 虽然时隔两天多年 可是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柄剑的锋芒 它长61厘米 最宽处约5厘米 剑隔上镶嵌着绿松石 剑饼上缠绕着麻线 做工是相当之精美啊 其实不仅是高贵 从陪葬的割到散乱的甲 再到青铜宝剑 用这些东西陪葬 还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牧主人的身份 应该是一位士大夫级别的 这个已经确定了啊 但是他是驰骋僵场的武将 那么牧主人的武将身份 会不会跟他的头骨失踪 这个谜团有关呢 专家们对男性牧主的骨骼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 甚至还动用了显微镜 那么有什么发现呢 对他发现 在男性牧主的颈椎骨上 有五处明显的锐气上 集中于环椎 疏椎和第三节颈椎的背侧部分 其中三道转强 两道转身 根据残留在骨骼上的坎痕我们分析 第一道坎痕和第二道坎痕造成的是这个个体的颈藏肌和韧带的一个失裂 第三道坎痕是由上至下的这样的一个走向 导致的是这个脊髓被切断 因此导致这个个体的生命体征宣告死亡 用通俗的话来说呢 就是这位男性牧主是被砍了头的 这个研究结果呢 应该说解开了男性牧主头骨失踪之谜的一部分真相 可是这又带来了另一个新的问题 他是被什么人斩首的呢 下结束 是谁砍下了他的头颅 是自己的君主还是敌君 他们是夫妻 而年轻的妻子为何几乎与丈夫同时下葬 陆安楚国双目之谜 经典传奇为您解密 藏洁说到通过检测M585牧主的骨骸 专家确认 他是被砍头而死 可是 究竟是谁砍了他的头啊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你看这考古专家多厉害 连这个谜团都能解开是吧 研究人员呢 接着对这个M585牧主剩余部分的尸骨 也进行全面的检测 在M585牧主的右手的第二掌骨上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道骨折的痕迹 这一道痕迹的横向长度为5毫米 宽呢 1.004毫米 就这么精确 并且从受力方向来看 他自远而近 应该是被锋利的兵器横销导致 从这个手掌的坎上来分析 应该是在近身格斗的过程中导致的 因为在作战的时候 手持兵器 手背暴露在外侧 更容易受伤 而受刑人在被斩首的时候 他的手是捆着的 不会导致这样的坎横 这里咱们要补充一点生命科学的知识了 通常情况下 人一旦发生骨折 大概在12小时左右 骨折的伤口就会开始愈合 这是人体自然的奥妙 但是看这道手掌的骨折痕迹 伤口边缘锐利 没有愈合迹象 根据这一点研究人员推测 牧主应该是在手掌受伤之后 很快就被斩首 致死了 根据对牧主的骨折情况的分析与推测 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一位 楚国的高级将领 那么他在作战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受伤 继而被俘 然后呢 是被斩首 注意啊 战国时期 因为频繁的征战 推动了兵器种类和制作技术的发展 常见的手持兵器 有刀 剑 锚 鱼 这些 而对敌方的贵族将领 斩首的时候 通常用的 惯用的 行杀重器 从商代起 就一直是月 什么叫月啊 行行的月 行杠跟斧都差不多啊 但是他的刃更宽 弧形 新月状 非常适合砍劈 所以我们推测 当时的兵刃应该是月 这个个体被斩首以后 他的手机被敌将 拿去邀功 所以在下葬的时候 就没有头 只有身体 这应该就是M585牧主 牧有脑袋的最大可能 就没有头骨嘛 作为这个楚国的一位高级将领 他在战场上受伤被俘 被敌军斩首 那么和他同营一学 并肩而葬的妻子 又是因为什么 会和他差不多同时间死去呢 起初啊 因为M566女性牧主的尸骨 在取出的时候 颜色是呈黑褐色的 所以有人推测了 他有可能是中毒而死的 为什么 怀疑是为夫殉葬 不过专家否定了这种推测 就是在男性牧葬外藏果 发现的这14只人勇 他们虽然大小不一 有些已经腐烂 但是面部表情还是清晰可见 因为M585的这位武将 他的身份是比较尊贵的 所以呢 这批人勇 应该是作为他的侍从来殉葬的 他们应该是有着不同的分工 有的可能是他的仆人 有的可能是他的士兵 专家说 这批人勇的发现 印证了在战国时期 起于商朝的殉葬制度 已经发生改变了 另外 研究人员对M566的尸骨 也进行了深入的化验 没有发现他有任何中毒的迹象 那么对他的骨还仔细的检测 也没有发现明显致命的伤痕 也就是说 女性牧主为丈夫殉葬而死的可能性 是微乎其微等 那他怎么死的呢 应该是自然死吧 但是专家说 他的自然死亡 又很有可能是非正常的自然死亡 什么叫做非正常的自然死亡呢 其实还蛮伤感的 简单说就是 他们夫妻感情至深 可是丈夫突然战死沙场 被敌军消首 妻子痛彻心扉 肝胆剧烈 一位思念丈夫没过多久 郁郁而终 这是研究人员通过CT扫描M566号木主的头骨 先得到相应的数据 再通过图像重构而获得的三维人脸模型 专家说 从得到的这个脸部图形来判断 M566号木主 很有一点蒙古人种的特质 经过一次次的调整 M566木主的复原人像终于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怎么样 算是美女啊 不仅复原了面部 研究人员还按照战国时期楚国妇女的装扮 结合出土时发际的样式 为她恢复了发型 并配上了那个时期妇女的常用妆容 当年这位年仅35岁的牧主人 她头枕玉壁 高高的发际上装点着骨簪和玉花 串状的配玉垂在腰间 脚下踏着两条气宇轩昂的玉笼 她希望以这样的装扮去追寻她离时的丈夫 一同飞升几顿时机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